烏日火車站是往那邊 不是往這邊 這樣有這裡過時會過關西去了 居民所說的錯誤指示牌 就是畫面中的這兩塊 一塊指向彰化市 一塊則是烏日火車站 如果想要到火車站的民眾 跟著路牌走 反而會經過大渡橋 一路開到彰化市 無法到達目的地 讓人多繞遠路 很多人都指示不表明 五千這樣不好 民代表是 最近市府觀光局 是做的景點指示牌 雖然是要提供民眾任路之用 但卻是錯誤百說 不僅無法提供民眾正確指引 反而得多繞一大圈的冤網路 讓人對市府的效率感到相當誇張 這邊還指個一個烏日的火車站 然後明明那邊就一個烏日成功火車站 雖然不同火車站 可是這邊的確是彰化 沒有烏日火車站 它這個指標是非常非常的錯誤 那剛剛很多的民眾在現場也有提到 這個太多用路人都走錯方向 尤其是外地的這樣非常的不好 也不妥 那我不曉得市政府這個相關單位 它這個指標是配合哪一個系列 在做這一個系列的指標在處理 不過在烏日那邊也非常多的指標方向 跟名稱確實也是都是錯誤的 明蛋也說之前新興路和五光路口所設置的 旺高寮夜景公園的指示牌 也是一塊錯誤的指示 雖然在反應下已經更新 但它仍是希望相關單位在施作相關指示前 可以再謹慎一些 免得又鬧笑話 再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